新店区永平街与安和路三段路口附近的人行道 无法全段通行 因此民众不时必须被迫走在马路上与车征道 因此永平里里长林木山向公所争取经费整件人行道 希望让民众行得更安全 新店区永平街与安和路三段路口附近的人行道 因为捷运施工道路缩减 部分路段划设在车道上 因此民众有时候必须被迫走到马路上与车征道 相当危险 为了提供民众更安全的行走环境 新店区永平里里长林木山与公路总局协调 并向新店区公所争取经费 针对路口一带的人行道进行诊件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很多行人 还是在安和路三段永平街口这边 还是有要走大马路 我就一起跟公路局 还有跟公所他们协调 就是来把安和路三段 永平街口这个围里把它拆掉 樱花把它移过来 除了将人行道上的樱花移置花台 这项改善工程也分别在永平街与安和路口 以及永平街21巷口重新规划协迫道 让民众可以善加利用人行道不必冒险走在马路上 21巷这边也需要开通这个协谱道 免得民众就是会走大马路再出去 林木山里长表示 目前人行道改善工程已经进入首尾阶段 只要铺面完成就会马上开放让民众行走 记者是民众们齐新店财宝报道 民众访问他们老稚穴